大家好,我是虎课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布置场景灯光 其中重点是面光源的使用 难点是聚光灯的设置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的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布置场景灯光 首先我们切回到3D Max当中 我们已经创立好了摄像机 创立好了摄像机之后 我们就需要对场景先赋予一个大体的材质 随后将灯光打进来 将灯光布置好之后 才能将Skychub当中的模型导入进来 我们回到Skychub当中 在这里我们需要布置一个天光 远处的灯光需要照射进屋内 同时向上方也需要打一个面光源 这边的位置需要打一盏装饰灯光 好了我们就来设置这三盏灯光 首先我们要先将地面和一个墙面的材质做一个分离 我们切换到3D当中 按住P键可以切换到透视显示 随后我们按住4键切换到多边形层级 将下边的面进行一下分离 在分离之前我们要把剃掉线的一个厚度给它制作出来 我们切换回顶式图 选择一个创建工具 选择线段 在场景当中先进行一个线段的绘制 这边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模型 选择线切换到顶式图 打开一下捕捉开关 随后在场景当中绘制相应的线段 我们依次绘制到每个点 对踢脚线进行一个绘制 好了这边我们的点也是切换到这个点的层级 对它进行一个命名 我们命名为踢脚线 随后在线段上添加相应的顶点 右键装它转换为可编辑样条线 在下方我们选择优化 添加一个点 随后选择上方的点 对它的位置进行一个调整 随后我们切换到左式图进行查看 发现有些线它已经偏离了自己的位置 我们再次切换到顶点层级 向上移动它们的位置 将它们处于同一平面上 随后全选它们的点 向下进行移动 移动到最下方的位置上 我们关掉捕捉 在前视图进行一个踢脚线 高度的绘制 我们绘制一个矩形 修改一下它的参数 好了 随后我们再按住H键 打开我们的场景面板 选择一下踢脚线 为它添加一个车销修改器 如果这里没有显示我们在修改器的列表里 也可以添加相应的车销修改器 我们找一下车销修改器 好了 找到车销修改器 我们再次返回 我们要选择一下点 我们再次点击H 选择踢脚线 将踢脚线孤立出来 随后为它添加车销修改器 我们向上进行一下 伸除 再次选择这条线 我们要不要为它加载撤销 这次加载扫描 加载完扫描修改器之后 我们使用自定义的截面 拾取一下我们刚刚绘制好的一个截面 再进行点击 随后在下方取消截面 取消平滑路径 保留一下截面 我们再次进行一下查看 发现踢脚线的位置 符合我们的位置 这边是没有绘制好 我们稍后会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再次切换到顶点层级 这一侧的线是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调整一下它的显示方向 再次进行调整 进行一下9点对位 调整完成之后 这边我们需要将踢脚线进行一个补齐 选择顶点 选择优化 在这里添加一个点 随后将这个点打开捕捉 向左进行移动 再将它向前进行一下移动 再次回到扫描里 就可以出现相应的位置 我们修改一下它的距离 距离有一些靠外 好了 此时就符合了我们踢脚线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边的线 又有一些靠到外面的位置上 同样我们给它向右进行一下移动 好了 点击M打开材质编辑器 给踢脚线单独的绘制一个白色的材质 踢脚线绘制完成 我们再将地面分离出来 随后添加一个木地板材质 我们先对木地板进行一个更名 随后将颜色给它添一个添黄的颜色 稍后再对它进行材质的添加 我们切换到摄像机室口 我们刚刚说了 在Skychap当中 我们要将左侧的日光打进来 我们在顶视图为它创建一盏日光灯 选择灯光按钮 随后切换到标准 选择一盏目标平行光 我们向左给它打一点灯光 在参数面板当中 隐藏一下摄像机 随后切换到修改面板 打开阴影贴图 阴影贴图我们选择微锐阴影 勾选一下区域阴影 选择长方体 将偏移距离设置为150 调整一下聚光区的参数 使它放大大于我们的模型 这样就可以模拟一个太阳光效果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同样在左视图对位置进行一个调整 按住P键切换到透视图 对它进行透视显示 这个时候因为有一片玻璃 所以我们要对它不可见 我们调整一下 选择排除按钮 将玻璃进行一下排除 我们选择玻璃 查看到是对象004 再次切换到远处的灯光按钮 进行排除排除004 将照明和投影都进行排除 单击确定 好了我们再次切换到摄像机室口 对渲染参数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要选择微锐渲染器 在下方选择一个尺寸 默认的选择320的尺寸 是一个小的渲染参数 随后我们在后边也要进行一个 相应其他选项的设置 我们切换到微锐一栏 选择一些全局开关 随后在右侧 我们切换到一个高级模式 打开灯光和阴影 勾选隐藏灯光 将默认灯光 我们给它关闭 下方贴图也保持一个打开 随后再选择一个图像采样器 我们选择块渲染 切换到专家模式 随后图像过滤器 我们取消勾选 对它不进行过滤处理 可以加快我们3DMAX的渲染速度 同样最大细分也取消勾选 也可以加快渲染的一个速度 在下方环境面板当中 我们打开外置的天光 随后摁住8 我们将天光的颜色 设置为一个浅蓝的颜色 随后修改一下颜色贴图参数 我们选择指数 切换到高级模式 更改一下 伽玛值设置为1 在下方勾选影响背景 随后再切换到全局照明参数当中 我们将首次引擎设置为发光图 二次引擎设置为发光缓存 将发光图设置为非常低 随后灯光缓存 在这里我调的这些参数之后会保存一个预设给大家 大家使用的时候默认的进行一个加载就可以 设置为300 随后显示G3相位 再次切换到全局确定性蒙特卡罗里 我们切换到高级模式 将最小值设置为8 自适应数量设置为0.97 将灶波阀值设置为0.1 随后再切换到系统一栏 我们选择棋盘格渲染 切换为高级模式 错误警告我们对它进行关上 好了 渲染完成之后 我们给大家保存一个预设 我们将预设保存到桌面上 设定为001 保存 后期大家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侧 点击黄色按钮进行一些下载 再在完成之后 点击预设 点击加载预设 选择桌面上保存的路径 就可以将我给大家设置的预设 加载进来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按住Shift加Q键 进行一个快速的渲染 好了 此时看到一个外置的灯光 呈现了一个偏红的颜色 因为我们的地面是红色的 影响我们的视觉观察 我们将它设置为白色 再次进行一下渲染 好了 发现外置的灯光是太亮了 我们需要对灯光参数进行一个调节 再次切换到透视面板进行渲染 我们按住8键取消 外部环境的显示 我们将灯光的颜色给它调低一些 再次进行一下查看 我们调整一下光源的位置 将灯给它拉远一些 我们全选一下 按住M 为它添加一个新的材质球 再次进行渲染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场景当中就 暗了下来 因为之前周围外部的墙体都是一个白色 产生了一个慢反射的效果 我们的太阳光需要给它调的程度 边缘化需要给它调整模糊一些 再次进行一个渲染 好了 我们暂停渲染 再对参数进行一下调节 因为我们的预设还是没有选用的是一个 加载好的预设 再次使用加载好的预设进行渲染 好了 看到我们的房屋 大体的模型已经渲染出来了 边缘的这些轮廓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再次切换到阴影上 将阴影的参数给它调大 使它产生一个分散的效果 再次对它进行一个渲染 好了 我们看到阴影也是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变化 再次返回 再次在顶视图 我们创建一盏威瑞面光源 对它的位置进行一下移动 随后我们切换到一个倍增 将倍增设置为2 颜色进行一下更改 颜色我们设置为一个暖黄色 在左视图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随后调整一下它的参数 勾选不可见 取消勾选影响反射 随后切换到透视图 再次对面光源的位置进行一下移动 向上调整一下面光源的大小 再次按住shift加q键进行渲染 好了 此时我们看到场景中 大体就已经亮起来了 大致的灯光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本节课程就讲解完成 课下大家需要练习一下 这样一个初步的场景的模拟 等节课程就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